他说,哦,真的是赚到了 想不到,他说 这种东西,我们那边一斤卖几十块的 在台湾竟然随便这样子抓就可以了 但是呢,那天可能去的太早 发生了一个小差距 就是海巡署来了 对不对,人家记得吗 嗨,大家好,我是台湾媳妇静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哦 嗨,大家好,我是静景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最近啊,每天都是看很多姐妹 哦,分享他们那个父母来台的一些经验啊 一些趣事 今天呢,我也很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父母 他们对台湾最有印象的是什么 最念念不忘的是什么 首先呢,就来说一下他们最念念不忘的事情 那当然就是大汗 因为我们在内陆 我算是内陆 刘州 没有海 所以呢,我们很少看到海 像我,我是20岁才第一次看到海嘛 我爸更久 我爸是来台湾才看到海 所以呢,他第一次看到海的话 他心情真的是非常的激动 你光从他的眼神里面就看得出来 他对那个海 真的是充满了一种期望 充满了一种好奇 原来这就是海 这跟电视上面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在他看来非常不一样 为什么 首先,电视里面的沙子都是白色的 但台南的海 那个沙子都是黑的 因为我们台南这边的话都是黑沙嘛 所以他会觉得说 嗯? 他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他就问我 他说,为什么这个沙子这么黑啊 是被污染了吗 我说不是吧 那这边台南这边的沙都是这个颜色 那如果我带你去到墾丁 墾丁那边的沙它就是白色的 他不一样 不是每个沙滩都是白色的 那他才知道说 哦,原来沙子的颜色有分 不然在他的印象里面 沙子就是白色的 嗯? 因为电视里面都这样拍的嘛 嗯? 然后呢,你知道吗 他最喜欢干嘛 最喜欢就是 我带他去海边抓螃蟹 因为啊 他来的时候有一次 我就带他去那个安平那边 我们买了几个那个 其实我们以前就有买 我跟先生以前就有去装 好,我们有那个蟹笼 那种方形的,你知道吗 两边有那个 可以有那个开口 让螃蟹它们钻进去 好,爬进去 好,爬进去 中间呢,就钓一个 呃,幼儿在那边 一般我们是用那个秋刀鱼 把它切成这样子 一块一块的 放到那个 一个小网袋 钓在中间 这样子那个腥味啊 就会把那个螃蟹那些吸引过来 让它们爬到笼子里面 那,我带他去丢螃蟹 非常的开心,你知道吗 像是小孩子一样 啊,好兴奋喔 那一天 我们大概有四五个蟹楼 然后还有去买那个 鸽鸽笛 对 鸽鸽笛 然后鸽鸽笛比较简单嘛 就把那个 呃 把那个 幼儿 就放在中间 那个 那个 秋刀鱼 放在中间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那个王子把它 包起来 然后就 丢到海里面 鸽鸽笛最简单 可是呢,哥哥迪他的收获一般不会很多啦 有两只就算是很有收获了 常常是一只都没有 但是网子 网子就不一样 网子很好用 我记得我们把那个网子丢下去 完了以后啊 我们几个人就在海边 因为 找到那个树荫底下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玩扑克牌 你知道吗 因为你丢下去不能 不能马上拉上来啊 你大概要等 至少要等一个小时以上 哦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玩扑克牌 然后吃东西 哦 真的 非常的悠闲自在 你知道吗 然后 但是呢 要有一个人出来负责 玩小孩 我们其他人真的玩扑克牌 你知道吗 因为那时候我儿子还小嘛 然后我们玩扑克牌 时间就过得很快 你知道吗 我们都会看的时间嘛 一个小时到了 就要赶快去拉 因为其实呢 可以放更久 也许收费会更多 可是你怎么种在体验的感觉 你知道吗 就像人家钓鱼种在 拉杆 啊我们丢网 当然就种在拉网啊 拉网的时候你知道吗 我爸超兴奋的 他就问我 要怎么拉 我来拉 我来拉 然后我就跟他讲怎么拉 首先我们的第一个要示范给他看 然后把第一个网子拉起来的时候 哇 我觉得不知道是我爸妈他们运气好还是怎样 因为平时我们很少去啦 但是有时候去也真的没什么收获 但是那次我爸妈来的时候那次 运气真的超好你知道吗 第一个笼子拉上来 里面竟然就有五六只螃蟹 而且重点 除了螃蟹 竟然有 凤罗 我们以前去从来没有 对不对爸爸 嗯 我们那时候去 顶多就是螃蟹嘛 凤罗很少啦 有罗就很少 我们很少有抓到凤罗嘛 那次不知道为什么 里面 里面满满的 整个龙子的底部你知道吗 满满的都是凤罗欸 虽然说没有很大颗啦 大概有 有我的手拇指这么大 有 竟然都是凤罗 那个螃蟹的话 呃 基本上都三点蟹嘛 三点蟹比较多 安平这边那个十节三点蟹 然后你知道吗 哇 我爸 好开心喔 哈哈哈哈哈哈 拿那个桶子一直剪一直剪 把它全装到那个小桶子里面 我跟我先生都觉得 天哪 这这是怎么了 怎么会出现凤罗 哈哈哈哈 然后我们就把那种比较小的 凤罗 就有给它丢回去 它留 留比较大的 凤罗在我们大陆不便宜耶 在台湾也不便宜啊 是齁 在台湾也 我先生说也不便宜 我没买过 我不知道 一点点要 一斤好几百吧 在我们那边 一斤也要好几十块耶 啊 我弟看到也是 你知道吗 我弟超爱吃凤罗的 在我们那边 凤罗是叫做香罗 对 说法不一样 对 这边是叫做凤罗 我弟超爱吃 每天他真的是兴奋到 哈哈哈哈 他说 哦 真的是赚到了 想不到他说 这种东西 我们那边 一斤卖几十块的 在台湾竟然随便 这样子抓就可以了 对 说拜托 不是齁 是 这一次你们运气好 有 有碰到 我说我之前我跟你姐夫来 我们都没有抓到凤罗过耶 都是螃蟹而已 那次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我弟就说 好 我说 他下次来还要去 他说你平时你就少来一点 让凤罗多一点 留给我来的时候再抓 我说你太 你太天生了 我说 我不抓别人不会抓吗 你以为 只有我会来这个地方吗 所以说 那一次真的是 我们后面陆陆续续拉的网子啊 每一个网子里面都是凤罗 螃蟹还比较少 那天总共好像就 抓到十几只螃蟹而已嘛 对不对 对啊 我们第一次丢网子 收获最多 然后后来 四个网子都拉起来 对不对 那个凤罗竟然就有一大桶了 你知道吗 好像有 快十斤了 我记得 可能都有十斤了吧 对不对 对啊 那天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是他们像鱼群一样都聚集过来了吗 我也不知道 就超多的 然后螃蟹十几只 然后后来我们大概又丢了两次下去 那后面两次的收获就 比较少 就没那么多 那我们 觉得也够了啦 太多也吃不完浪费 所以我们后来一共丢了 总共就丢了三次 后来我们就收工 回家吃海鲜 然后那边啊 那时候外面 等于说外海都有人养那个鹅啊 所以说它都会有一些鹅啊 被那个海浪冲上来 那我还带我妈在旁边捡了一些 那种野生的鹅啊 我觉得真的好吃 跟你去市面上买到的 那个肉质是不一样的 它比较Q 它比较有那个弹性 不像你如果去那个市场去买啊 有一些可能泡水啊 或者什么啊 那吃起来就 软软的 软软的 没有那个口感 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在海边 那茧的那种就不一样 吃起来真的 煮那个应喜鹅啊 对不对 应喜鹅 应喜鹅 真的超好吃 我觉得 那口感是你去外面那个海产店吃的 完全不一样 那是我煮的吧 对 我煮的比较好吃 那是爸爸煮的 很好吃哦 然后我爸妈就觉得 哇 真的 这个鹅啊 其实我们那边叫做生蚝嘛 可是 我们剪的可能也没那么大颗嘛 他说这个小小一颗 竟然 吃起来口感这么好 让我爸很惊艳 你知道吗 那我妈特别喜欢吃 一直到现在你知道吗 他对这个野生的鹅啊 还念念不忘的 然后那一次 我们回来就赶快 新鲜的海鲜当然最好吃嘛 随便料理就好吃 然后我们就拿一些那个 鳳螺 拿来直接蒸 然后再一些就拿来炒 那螃蟹就不用 螃蟹直接拿来蒸就好 那一餐真的 大家吃的 好满足哦 你知道吗 我妈妈特别 那一次还拍了照片下来 留念 然后每个人的笑容都超开心的 你知道吗 那个螃蟹也不一样 真的 你这样自己抓的新鲜的 你知道吗 吃起来真的是有那个甜味 海鲜的那个鲜甜 真的很好吃 所以说人家说食材真的不需要 怎么去料理 过度的料理 对 只要是新鲜的 随便煮的好吃 然后从那以后 我爸妈每次哦 在我的家乡 跟朋友台 就是聊到那个 他来台湾的 一些经历啊 什么啊 这件事情 他是一定必讲的 他一定会告诉人家 我女儿带我去台湾那个海边 随便丢那个网子 就可以抓到很多 那个 凤螺啊 他是说香螺 很多香螺 还有那个螃蟹 连那个生蚝在海边 他随便捡 你知道吗 那台湾的 就是 环保很好 你知道吗 那海洋啊 他说真的是保护得很好 这种东西你在我们北海 怎么可能有啊 就后来我姐带她去北海玩嘛 我姐带她去北海玩的时候 她就跟我姐说 我说哎呀 我去你妹呢 那海边 那随便海边的捡到一堆东西 你知道北海的海边 什么都没有 连那贝壳都没有 我妈很喜欢捡那个贝壳 你知道吗 我妈安平在海边啊 那时候 我妈第一次来是 他们是十年前的 对十年前 真的 安平的海边 随便捡都有贝壳 迂货也真的比较多 那现在我觉得 现在我妈如果再来的话 应该 不知道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那么好的收获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 也很很久没去 抓过螃蟹了 以前 以前 比较有空 真的 那我妈真的 对这件事情 他们两个 一直跟人家讲 说台湾随便抓都有 那后来 我听到我都不好讲 我记得有 有那个 三点蟹啊 不是一整笼 都是隔天去 找上去的 对对对对对 有一次 你知道吗 我们就想说 你妈 你妈说怎么那么多 对 有一次我们就想说 那笼子 我们干脆就丢在那边 过夜 这样放久一点 不知道 收获会不会大一点 对不对 因为他们来住 我们带他去抓了好几只螃蟹 因为他们就很喜欢 你知道吗 他说 你不用带我去什么景点 好 不用了 就带我去抓螃蟹就好了 所以你知道吗 我爸来了两次 台湾 竟然还没有去过台北 我妈来三次 她有去过台北 所以下次我爸来 我一定要带他去台北走走 不能一直抓螃蟹 因为他就喜欢海边 所以每次你知道吗 我说要带他去哪里 他说不用了 我们去海边就好了 所以现在我会跟他讲 我说你要有心理准备 明年你来的时候 不一定海边 还可以抓到这么多 那我上次就是 有一次我们就丢那个网子 在那边过夜 我们想说这样子收获 也许会更多 我们就丢在那边 第二天早上一大早 你知道吗 我们好像六点多嘛 我们六点多就起床 就去了 只要我们去的时候 我们不是有把那个 那时候很天真 我们就是丢完以后 那个绳子就放在海边 那个沙滩上面 就拿一个那个竹签啊 这么长的 插在那个 那个沙滩上面 然后绑那个绳子在那边 我们没丢过吗 不知道 就很天真 就这样子 在那边 我们没有想到说 晚上他可能会长潮嘛 然后把那个 结果我们找上去 你知道吗 一根竹签都找不到了 对不对 完全没有 他都晚上被那个海浪啊 冲 冲走了 但是呢 因为我们有绑那个竹签 所以他会浮在那个 海上面 我们看不到竹签那时候 本来很失望 想说啊 惨了 连笼子都没有了 这次真的是 陪了夫人又遮兵 不但没有海鲜 那个王子都没了 后来我弟 你知道吗 我弟眼睛比较 比较雪亮 他叫我看到 他说姐你看你看 你看 那个海里面有飘那个竹子 好 一直让竹子绑着我们那个线 结果 赶快我弟就冲下去 你知道吗 因为他比我还兴奋 第一次嘛 他就马上冲下去 你知道吗 把那 那竹签拿到了 就把那绳子拉回来 天哪 当那个笼子 一上岸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人都吓到了 你知道吗 满满的都是螃蟹 都是那个 凤螺 对不对 螃蟹跟凤螺 那个笼子里面 拉的时候就觉得很重了 那时候想说 是不是被卡住了 还是什么 没想到上来 满满的一大 他一大箱 就是那个蟹龙 一大龙 天哪 我们从来没有 收获那么多国 但是呢 那天可能去的太早 发生了一个小差距 就是海巡鼠来了 对不对 人家记得吗 那个海巡鼠的人 他就在很远灯塔那边 他就好像看到我们了 我们之前去都没有碰过海巡鼠的人 那天就是碰到海巡鼠的人 你知道吗 他从很远 他就好像 在那边叫嘛 他太远 我们听不到他说什么 对不对 但我们就有点害怕了 你知道吗 我们就赶快收一收 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 他就慢慢的 因为他离我们其实很远 他慢慢的从那边走过来 他走过来的时候 我们剩最后 我们四个笼子嘛 剩最后一个笼子在收 那么前面那些 我们就赶快动作很快收 收收收收收 最后一个笼子 他看到我们在收最后一个笼子 他就跟我们说 这个地方不可以 放笼子 对不对 他跟我们讲 不能不能放笼子 我们就说 好好好 我们知道了 我们这里收了就走了 结果你知道吗 他竟然跟我们说 不可以 这笼子里面的这些 全部不可以带走 要把它放 放回海里去 好了 嗯 因为我们也不了解规定嘛 所以我们就乖乖的 把那些都放回去 对那一笼 那笼也没有多少了 那笼才三四个螃蟹喔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把那笼 乖乖的放回去 然后我们收了笼子 我们就离开了 因为我们收获 其实已经很多了 够了 所以呢 那一次就是我们 呃 带我父母最后一 最后一次抓螃蟹 那次来 他们也抓好几次了啦 刚好最后一次 好啦 我们也够了 吃够了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那边不可以 那海旋鼠的他也没讲 他只是说不可以 那我为了避免 呃 有有有什么 就赶快 赶快走 那希望说 下次我父母来的时候 那我们带他去的时候 不要再碰上海旋鼠的人 呵呵呵呵 希望 给他一个 嗯 满足一下他的心愿啦 他是真的念念不忘的 就是 还可以再来台湾 再去补螃蟹 这真的是他最大的心愿 你知道吗 啊 还有还有 哦 我妈觉得 台湾 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吗 你知道 就是 台南人 为什么出门的时候 诶 到了冬天 上面 上面是羽绒 音的啊 下面是短裤 这一点也是我妈觉得 非常 特别的 她每次哦 回去跟朋友聊天 她就会讲 哦 台湾人啊 他们很奇怪 骑机车的时候 只有上面穿 穿那个羽绒衣啊 或者大衣啊 那比较厚的衣服 下面全部都是穿那个短裤 再穿个拖鞋 这样子就出门了 哦 在我们这边怎么可能啊 台南就不冷嘛 对不对 我这毛衣 你知道吗 来到台南 我基本上没有穿过 很少有机会穿 就外套也 也只有骑车的时候 你才会穿到这种厚的羽绒外套了 在家里面 基本上就是 一件薄的那个 长袖 就差不多了 没有机会穿到那些厚的 啊 出门了 对不对 台南人的习惯嘛 在家穿短的 因为不冷 出门就 穿一件厚的外套 这样套着就好了嘛 因为其实他们骑车 不会骑太远 在台南 都很近 可能骑车去买个咸素机啦 骑车去买个什么 啤酒啦 去买一个便利商店 交费啦 就要骑车了啦 所以我妈 每次看到这个 就觉得 啊 台南人真的是 太可爱了 在我们那边呢 冬天骑车 一定要全副武装 你知道吗 因为真的太冷了 我们那边的冷是那种 刺骨的人 你知道吗 我觉得甚至 比那个北方的人 还要冷 又是湿冷 很刺骨 在家里面一定要烤火 不烤火 真的受不了 但是我每次冬天回家 我觉得我最期待的就是烤火 其实我很喜欢烤火 我喜欢那个感觉 你知道吗 一家人围着那个火炉的感觉 非常的温馨 一不小心又说了太久了 每次说到我父母 我就会觉得 很开心 真的 希望他们 在那边可以健健康康的 那下次来也可以 我能开开心心的 好啦 喜欢激进的频道 那麻烦你订阅哦 这里有赞 如果喜欢 可以跟激进点个赞哦 那我们下次再聊 拜拜